大家好,我是银飞 这个羊刚给它剪过羊毛 这些都是这个小过羊羔 因为前一段时间忙,没有空给它剪 这两天给它剪了一下羊毛 这个羊剪羊毛好处还是比较多的 时间剪过羊毛之后,这个羊它长得比较快 有利于它的身长 还有就是可以那个它身上这些狮子呀什么的 给它去除掉,对它也是比较有好处 你像这个做育肥的应该都知道 做育肥的这个育肥户 它们这个羊一般都是剪个四到五次 平均一个月左右都是剪一次 剪羊毛对它们来说是长事 我们做繁殖的一般这些老母羊 一般都是一年剪两次吧 一次是在那个梨花开的时候剪一次梨花毛 还有一次是在秋季 秋季就忙的时候有时候 有时候剪的也少 剪过羊毛这个羊看起来也精神许多 就是天热的时候 感觉不是太热了 这些小羊羊现在都已经都在四十斤左右了 大的又将近五十斤了 这剪过羊毛之后 一个月之后长得更快 这些都是供羊羊 看还是用那个小梯子剪的 剪的干干净净 接下来这几件有时间的话这这几只也该剪一下羊毛了 羊毛也都剪长了 刚买过来的时候 羊毛剪了一次长得很快 这些也需要剪一下 这两天还可以 这两天我们这边天气 那个什么 台风烟花过来 从昨天下午就开始下雨 今天上午又下了一上午 这羊还不算太热 平常喂的时候 我也在他那个 药里面加的有那些冰爽 比他降温的 像这样的小羊羊羊不用剪 这样的小羊羊羊 比较小 刚两个日子又刚断奶 他的羊毛不剪 暂时还没有问题 还没事 一般过三十斤以后 再剪一下 外面还在下雨 暂时下的还不大 一般下的是中雨 昨天晚上还有今天都是中雨 没有下来大雨